Hello大家好,我是安然 那今天呢就来带大家提升一下认知 我在后台收到很多私信啊 都在问我想要创业想要赚钱 有没有什么书单可以推荐 也会问我那自己之前也看了很多 关于商业和创业的书 但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长进 这个一方面呢是因为在市面上的好书 确实是很难遇到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很多人的看书方法 其实是有问题的 所以今天呢先给大家推荐五本 对我帮助特别大的书 然后在后面呢我们会聊一聊 读书的几层逻辑和正确方法 也包括怎么去选择书 什么样的书适合什么样的人 我每个礼拜至少会看一到两本书 说实话我从一个普通家庭出生 再到后面读完了法律博士 自己创业有了团队 书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在一开始没有资源没有人脉的时候 很多书都给了我方向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 都是我看过三遍以上的书 数量不多但全是珍藏 我像其他地方可能框框框的给你丢个几十本书 但你也不知道适量怎么样 适不适合你 只要你以后想要赚到更多钱 都可以把这期视频看完收散马住 再多说一句啊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我这个频道是专门帮助个体和商家 通过线上清资产的模式 实现创业和利润增长的 所以如果你也对赚钱 对创业 对做副业 对事业精进感兴趣的话 一定要关注我给我个三连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后续 任何有价值的内容了 第一本书是李孝来的财富自由之路 这本书可以说是我上演思维的启蒙书 在这里说一个题外话 很多人的财商启蒙都是从穷妈妈 富爸爸这本书开始的 那当然这本书呢 它写得很好 毕竟畅销了那么多年 但是以我亲身经历啊 那本书描述的很多情况 对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是不适用的 再加上这本书的作者 罗伯特·清奇 本来就是做直销出身 里面的很多描述并不客观 也不符合咱们国家的国情 你理解错了的话 甚至会让你越来越穷 比如说它过度强调投资的重要性 鼓励你从一个打工人 从一个小老板升级为投资者 这个听起来非常爽 让钱帮你赚钱 但实际上比较扯淡 因为当你对金钱和商业 没有一个正确认知的时候 你是做不出来正确的投资决策的 且不说很多人在股市上赔了非常多钱 至少这是合法的 更有甚者是投了杀猪牌 传销资金牌 懂的人都知道投资其实是非常难的 但很多普通人就觉得投资并不难 就是你把钱放过去 让他来帮你生钱就行了 在这个里面其实是有一个bug点的 就是你如果要投资 那你的本金从哪里来 是不是你得先赚到钱呢 所以说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 并不是说不好啊 它确实是能帮你赚到很多钱 而且是大钱 但前提是你得有足够多的本金 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 可能确实是拓宽的认知 但不知道怎么样去落地 而李孝来的这本财富自由之路 是更有代表性的 它主要说明了 你怎么先去做自由职业 摆脱公司平台 怎么去卖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你先把你的收入给提上去 再去谈投资的事 这本书给所有想赚钱的人 提供了一个可执行的方案 那当然你肯定还是要去执行和努力的 不然你单单看完一本书 也不会改变你的人生 作者也提到啊 每个人的财富差距 其实就在于你是用什么方式 在出售你的时间 这不是一本鸡汤书 而是一本能够让你冷静下来 重新认识自己的书 道理有浅入身 不说教 让人心服口服 第二本我推荐的书就是 《穷插里宝典》 这本书我翻了不下五遍 也是我大学时候商学院教授 推荐给我的第一本书 作者查理芒格这个人是传奇级别 可能大家平时听到巴菲特比较多 但是对于巴菲特的这位导师 加合伙人了解的并不多 这本书不仅仅讲的是商业管理 也有很多对于生活 对人际关系 它是怎么把一个兵丁倒闭的企业给救回来 怎么从一个普通的中产成为超级大富豪 怎么去度过人生的一次次危机 其实有时候关于你有没有钱 起起落落非常正常 因为就算一开是你赚到钱 后面精神不善的话 一不留神就破产了 但是像查理芒格和巴菲特 他们都是能持续的富下去的 我比较认可的书 都是那些可以直接告诉你落地方法的 这本书对于想创业 想赚钱 有野心的小伙伴 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 我当时也记录了很多新句 比如说他提出复制才能带来无限可能 而大多数人没钱的原因 就是他们只把时间出售给一家公司 而不是做出来一个可以被无限复制的产品 他也提出了你怎么去思考 你为什么会胡思乱想 为什么你的进步比别人慢 这本书也会让你对于投资 对怎么控制风险有一个深刻理解 并且人家在华尔街里混了几十年 在面对高风险和高浪杆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评估怎么做决策的 他里面介绍了很多决策方法 在面对我们的生活问题的时候 也是非常有效的 他还提到 价值是所有赚钱的商业模式的内核 你给对方提供价值 做出贡献 你赚钱这件事情 就会变成顺利成章的一个结果 这些观念也是贯彻在巴菲特的投资理念里 让他们自己的投资穿越了周期 扛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 第三本书呢叫做魔鬼经济学 这本书非常有意思啊 是我一个大学经济老师推荐给我的 这也是一本特别能启蒙商业思维的书 我也把它看作一本 经济学头脑养成手册 这本书用了非常多精彩的故事和例子 来讲解经济学眼里 比如说为什么黑手党和房屋中介 是一路拖色 游泳池和枪到底哪一个对小孩子更危险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意义究竟有多大 环保主义者真的起到了保护环境的作用吗 如果不是的话 到底是谁让他们存在的 美国有段时间饭数率下降了 不是因为执法部门干得好 而是因为十几年前堕胎合法了 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学思维和数据推导出来的 不管你的观点是怎么样 我用数据说话对吧 我一直觉得经济学思维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 有很多的问题 无论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结婚了 还是为什么加拿大一定要大妈合法 这些都是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的 在现实生活里 我们总是喜欢用主观来判断一件事情 这样其实也可以理解 但是长期下去 可能会直接导致你对于那些不符合你价值观的事情 就直接否认 一直都局限在你的小圈子里 没办法进步 我之所以觉得这本书它有启蒙意义 就是它确实是提供给了你一些不同的角度来看世界 你也不一定说书里的结论就一定是对的 但最重要的是要培养你的一个思维方式 让你不要再人云亦云 能够看到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 这本书的主旨呢是教你去探索每一个隐藏在事物背后的真相 你看完这道书以后应该会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新的理解 第四本书是原则 这本书的作者瑞达利欧出生于美国普通的充产家庭 在被公司炒到鱿鱼以后 在家里面创办了桥水基金 现在桥水管理的资金规模已经超过了1500亿美金 是全球最大盈利最多的对冲基金公司 所以大家如果偶尔遇到工作不顺利的时候也不要气馁啊 大佬的成长势力肯定是带着挫折的 你像字节的创始人张一鸣 美团的王兴 大家都是因为一开始太穷了才去创业的 而原则这本书呢 主要是结合作者自己的故事 来讲他生活和工作里面一定会遵循的原则 有一些看似是平平无奇的大道理 但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也会看到他是怎么样去执行的 而绝不是停留在成功学鸡汤的基础上 在里面有一个观点我印象挺深刻的 就是他提到所有原则的起点都是进化 无论是科技 社会 还是语言 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在进化 你看就算同样都是汉语 我们现在的说话方式 跟20年前也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见一个人如果叫同志 叫阁下 人家都会非常奇怪的看着你 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在这种进化里成长 对用到现实啊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可能自己进了一个公司 只要自己不动 生活就会非常稳定 但事实是我们的社会在不断进化 所以有其他人都在往前奔跑 即便是你现在再优秀 你的公司再大 如果你不持续进化 迟早会被其他进化了的东西给淘汰 这对于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社会都是一条铁律 其实你也能够感觉到过去的30年里 我们国家也是有巨大进化的 而随着社会进化而进化的人 有很多也都抓住了风口实现了财务自由 这其实也是我平时一直跟大家说的 如果你不去适应社会的进步 那你有一天肯定会被淘汰 你去挑战一下你自己可能会让你一时比较痛苦 但除非是你自己放弃 只有你尝试的次数多不多 但没有失败 信不信有你啊 而当你完成进化以后 你的机会是会越来越多的 原则这本书呢 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人生算法 你跟着他说的去做就可以了 第五本我跟大家推荐的书是商业的本质 这本书的作者杰克维尔奇 既然曾经被称为全球第一CEO啊 当时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 因为太火爆导致供合量不足 所以导致很多人过了很久才拿到了这本书 这本书呢分为商业篇 团队篇 还有职业管理篇 那你无论是在创业也好 在上班也好 都可以从这本书里获得很多喜法 有很多人会把这本书给归于管理啊 但在我看来 它也是一本关于情商的书 我创业这么多年 我感觉90%以上的人都存在沟通问题 直接导致跟团队相处有问题 跟客户对接有问题 你看完这本书以后执行 能保证你在团队的声望提高7%80% 里面提到了非常多 我们日常生活里可能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你的下属或者同事业绩不佳 或者成全负能量 不仅仅耽误你的业绩 还拖整个团队的后腿 你该怎么办 你的同事或者下属的方案失败了 你该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做 我把这本书呢 归于一个职场管理和关系的百科全书 然后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读书这件事啊 我问你啊 你有没有过一种这样的感觉 就是当你去看一本书 你知道这本书很好 这本书里的每个字你都认识 但你真的不知道这本书在讲什么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原因就是我们其实还是拿着小时候的模式在学习 你一直在尝试洗硬背 你不去理解 你当然记不住 我们从小到大 好像有很少人告诉我们 一定要学会主动思考 当我们有什么其他想法的时候 就会被告知 别想那么多 上学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 那今天的作业是什么 你跟着他来完成 你工作的时候 领导会告诉你 你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你依然是跟着他来完成 你工作的时候 领导告诉你 每天的任务是什么 大多数人都是在一个接收者的角色 为什么大家接受的教育都一样 但还是有人学的好 有人学的差呢 其实还是差在主动思考能力上 也想一下之前上学的时候 班里面有没有过那种 诶 成天保着劲学习 但是成绩就不怎么样的人 或者说他的成绩可能还可以 但肯定是对不起他付出的努力 这是因为他们只知道去死做题 直到套公式 只要是这个题目稍微变化一下 他们就不会 那些成绩非常好的 靠得不仅仅是聪明 最重要的是主动思考 他们会去想啊 那这个公式是这个样子的 那会不会有其他的变形 这个题目如果变一下的话 我还能不能用 这样以来 他们会的肯定更多 得的分肯定更高啊 那我们怎么去培养 主动思考能力 让读书这件事情 更加高效呢 我来分享几个 我清测有效的三个方法 第一个是 你尝试在读书的时候 努力的去让书里的内容 跟你过去的经历 过去学过的东西有关联 像小时候 有些人在学历史的时候 也会发现 这个知识点 好像地理课里也有讲 然后呢 就去研究 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 对于我自己 非常大言不惭地说 我有一种能力 就是我可以在 很短的时间里 学习大量的知识 我一开始以为 所有人都是跟我一样的 就是你要知道啊 我们所有的知识 都是有一个体系的 就跟一个知识数一样 你所有的知识点 它都不是分散的 如果你没有办法 把你新看到的东西 跟你过去的知识 产生一个关联 那你根本记不住 老口都知道 我本科是在美国的商学院读的嘛 我后来读法律博士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事 就是我经常会发现 我们平时说的一些商业模式 它在法律框架里 它是怎么体现的 所以尽管说 我读书期间非常的忙 我的学习速度 也是非常快的 很多文献 我看了一两遍 就能记住它 因为我都是把它 跟我之前学过的东西 给串起来了 无论我们是看书也好 看电影也好 如果你纯看文字的话 它只是汉语 它不是新的知识 你之前就认识这些字 就算你硬吃下去这本书 它也是没用的 你真正需要捕捉的是信息 去把你看到的东西 跟你之前就知道的东西 连接到一起 那很多同学呢 也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捕捉信息 到底哪一些是书里面的关键点 那关于捕捉信息呢 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方法 就是你去尝试死磕一下 书里的经据和观点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 定位就是要占领用户心智 如果我是第一次看到这句话呢 我真的会跟它死磕一整天 我会去结合一些品牌 后看到的例子 我也会在网上查很多的资料 去分析这个品牌 它到底是怎么占领用户心智的 也像完美日记李宁欢喜子 他们的定位呢 就是评价但是好用的国货之光 就是通过这个定位 去占领用户心智的 你在想到这些品牌的时候 你的第一反应 并不是他们每件东西 它卖多少钱 而是他们的标签 所以每一个品牌 跟我们做个人IP一样 也是有人设标签的 那我看到李大奇的时候 我也会去想 那它是通过什么方式 占领用户心智的 但凡你想要在一个行业里做的好 你是一定要对这个行业 有自己的理解的 你碰到一句话 你就要去想 那什么样的案例能够证明这句话 什么样的案例跟这句话 好像是相悖的 它为什么是相悖的 肯定是有一个因果关系在 为什么很多人看了很多书 学的也不低 但是没有提高呢 就是因为大部分时候 就算你记了笔记 你也只是在复述那些话 你记下来的只是文字 你觉得你很认真 但实际上是没用 你只是把它抄下来了 所以这个也是跟大家说 你一定要去主动进步啊 千万不要说 但凡让你动一点脑子 你就不愿意了 为什么一个行业里的 二八定律存在呢 就是因为至少有80%的人 他们不愿意去思考 还喜欢怨天尤人 其实在这个年头啊 大家都不笨 智商都没问题 你想要改变你的命运 你就必须要去研究 好那关于干货呢 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于赚钱 创业 做副业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主页里的其他视频啊 都是我创业八年来的很多思考 我相信对你来说也会有用的 如果你对做IP感兴趣的话 我也写了一本 个人IP入门手册 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 如果这些视频对你有一点启发的话 一定给我点个赞啊 也可以关注我 就不会错过我们后续有价值的内容了 好那今天先到这里 下一站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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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